我们从现在开始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说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公共参与的工作坊 以及就是台湾这边为什么在最近两年这件事情 不然变成就是电子治理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同样的就是在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 就是在slide上面问用题 然后我会就是可能我如果讲太快啊 或者什么部分想要讲更多的话 那我就可以就是直接的这样子下去 那其实刚才很多朋友讲的 我大概分析一下就是说 这边有好几位这个我们说小编嘛 那就是不管是要管Facebook 还是要管民意新乡 还是要管其他的朋友 那通常就是会收就是外界的问题 那当然呢 虽然朋友们都提到外界的问题 但事实上还不只是问题 有些是质疑啊 有些是这个反对的声音啊 然后大家都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反对的声音 虽然我们明明理论上知道反对跟支持的人可能是一比一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网路上面这个反对的人的声量看起来是十倍那么大 那当然是因为支持他就不会特别来写了 反对他感受很强烈才会来写 但是这样子就造成大家在处理上面的时候心情上面有时候难以调食 那这个是这两天会讨论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想要先讲在前面的就是Facebook的这个地方或者是之前可能有朋友有听过有PTT 那PTT还好 但是Facebook它是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社群媒体就是social media 那social media它的目的是在什么呢 是在取代报纸取代电视取代任何传统的我们叫traditional media就是主流媒体 所以因为这家公司它设计这个界面出来就是为了要取代掉电视的报纸 所以它的整个界面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在上面花的时间尽可能比较多 那也就是说因为你在上面停留时间是它唯一能够用来转换成广告跟点击率的东西 所以呢就像一般的一些主流媒体一样它会比较夸张一些比较山色型的东西 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东西或者影音比较多的东西 那然后呢它在上面来讨论串的设计是设计到说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收拢的 也就是说整个Facebook它的目的就是在发散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讨论它越发散 然后可能你发散你去tag别人 别人又看到你在哪里留言然后你又回来什么之类之类 这样才能够确保说所有人都花最多的时间在这个平台上面 让他们有足够多的广告可以买 那这个是就是事实上是他们的business model 其实并没有评断他们的意思 但是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在Facebook上面来做政策沟通的话 那基本上就有点像是逆风的那样的状况 而且可能还不能高飞 就是在逆风的情况下去 因为整个平台它是为了设计发散而不是为了收拢 所以小编其实能够用来收拢以及用来管理的工具 Facebook是给你非常少的工具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在就是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台湾这边有两个主要的中央层级的一个平台 来做比Facebook好的讨论空间 那在这里跟Facebook有两个最大的不一样 这两个平台有一个共同的 就是它是以收拢意见为设计的目的 它的目的是让大家意见能够在上面得到整理 以及得到回应 然后充分得到回应 它就不会再回来这边洗版或者留言了 所以它跟Facebook是不一样 它并不是想要浪费大家时间在上面 它在上面的时间 希望大家是专注在理解 不会想要问大家什么 然后一起收拢大家的意见 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因为就是Vita和Join 它是一个是社群 然后一个是官方所组成的 但是在上面的部会都承诺会有实质的回应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叫做binding 就是说它有所承诺 那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 因为在很多部会局处的Facebook上面 大家可能留了很多东西 但是小编大部分被授予的权限 直到说我们会转成您的意见 给我们未来的政策参考 或者是说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一个懒人包 或者做一个什么说明 请您这个参阅 就是说小编被赋予的是到这里的权限 通常在机关的Facebook上面 小编并不可能说 我们这边看到了这个5000个人 都提出了类似的强法 所以突然之间我们就政策 就要转一个法夹弯 就是那个小编并没有被授予到这样子的权限 可是终于有被授予到这样子的权限 只要有5000个人连数 那政策是完全可以转弯的 这个是这个他的承诺 具体承诺 那同样的就是在Vita和Join这边 就是部会的法规 所以如果跟不上一些网络的时代 或者是一些新型态的一些科技 像群众募资啊这一类之后 我会讲的话 那同样的如果在这边 能够说大家共识的话 那具体的所有的部会 都承诺说 我们会把大家共识 转换成法令 然后提交给院会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 提交给立法院 所以同样的就是 他在立法流程上面 有做一个具体的承诺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两个平台上面 平均来讲我们收到意见的品质 会比一般的Facebook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说网络上的朋友们 知道说在Facebook 或者在PTT上面聊天 或者讨论 他并没有后面的这个政治承诺 那在他在Join或者Vita1上面 或多或少 他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承诺 那再加上这个空间 他是能够收拢大家的意见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流程下来 我们在这两个平台上面 分别就完成了一些具体的立法 跟法规调试 跟政策调试 等等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这里并不是在说 Facebook不能做这件事情 而是说Facebook 它可能就是 如果你有1000个人来留言的话 那小编这边需要投注的精力 可能会跟这1000个人 花的时间加起来一样多 它是一个消耗战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运气很好 只有就是 比较和平理性厉害关系的人 上来的话 Facebook也是可以用来做操作的 但是当你Facebook真的被洗版的时候 那这边可能需要有一整个牌的编制 才能够去跟它做就是消耗战 那但是这两个平台又是我们自己架的 所以就是有国发会 以及就是G0B社群这边的很多机制 来让小编能够花一秒钟就可以处理 来洗版的人可能十秒钟 或者一百秒钟所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就是比较是顺风而不是密逢的状况 所以以上是就是对于这边的讨论 好那slido上面马上就有人call in 就是说什么叫做法规或者政策的调试 可不可以再说清楚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所谓的公民参与大家都知道说 是为了要解决传统在政策制定上面 资讯不对称的问题 那这里呢调试的意思就是说 把它变成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这张图的意思其实是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之前因为有所谓行政议题的概念 所以当政府尤其是行政院 在讨论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 他们或者你们或者我们随便来 总之呢行政院呢 他其实是在有一个具体的草案之前 基本上是不会对外说明的 尤其是如果行政院内部的各部会 或者甚至部会的各局处 可还没有就是巧到一个 大家都能够满意的版本的时候 其实外面是看不到的 而且如果有人就是泄露给记者的话 可能还会被处分之类的 那但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政府所能够使用的一些工具 好比像说请一些工会理事长 请一些商会理事长 来就是进行讨论或进行座谈 就是我们所谓的投人们 来进行一些讨论 那这样子的一种政治事情方式 因为这些产业 或者这些相关利益相关者 本来就有一些产业上下游的关系 所以他们之间本来就会分享很多资讯 那当他们被行政院 或被其他部会找来的时候 或地方政府找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选择性的分享一些资讯 给政府来试着影响 这个政策到比较符合他们需求的程度 那当然因为台湾近年来有很多 就是不管是环评啊 稳资审议啊 或者是像这个公共参与 这个就是公共参与会啊 公参会啊等等的这些设置 所以确实有个别的民间委员 以及学者 也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政策制定的体系 来提出他们专业的看法 当然这些委员们通常并没有像产业这样子 就是紧密的这样子一种联系 所以他们就是各自分享各自的经验 跟各自的一些想法 那但是因为所有的这些过程 在以前是 在有公听会之前 其实是并不公开的 所以外面就是要等到有公听会的时候 才会知道这个资讯 所以在外面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然后或者说是各种各样自己提出来的需求 可是发现说唯一让自己的需求进入这个政策制定的方式 要嘛就是说排到公听会 可以等到公听会的时候 说不定政策已经决定到80%了 只剩20%能够让民间来决定 或者是你要在前面80%的时候呢 就去游说立委 或者是游说一些你认识的官员 或者是上街抗议 或者甚至是占领 那所以就是说在以前就是民间社会能够把意见丢进来的方式 其实是对双方的成本都比较高的方式 这是比较平衡的来讲 那我觉得这后面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资讯是不对称的 在掀起决策的时候 政府正在想说我们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外面的民间社会是没有资讯的 而且甚至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私部门之间互相交换的资讯 公共员们也不一定知道 委员们之间交换资讯 跟外面的公民社会也不一定有联系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做公民参与的一个重点 那所谓的调试的意思 就是具体回答slider上的问题 就是让一个政策更符合所有这个图上面的每一个人的需要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就是公共参与平台的出现呢 是因为在2014年6月到7月有过一个青猫博士会议 而这个博士会议又是因为公民社会在立法院示范了22天 这个他们希望的沟通的方式是什么 那当然政府并不会希望说所有的政策调试都是透过占领的方式来表达 这样子对整个社会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说政府就想说那我们来办一个经贸博士会议 具体的让公民社会的朋友们进来告诉我们说 对于经贸尤其是对经贸 我们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达成我们刚刚讲的调试跟沟通呢 那在这个新贸博士会议上面 其实蛮令人就是感到高兴的是 不管是工商会的理事长们 就是传统上会被邀道博士会的这些人 或者是一些青年或者一些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都认为说建立一个沟通平台 然后在一个常态持续的公共政策对话 然后可能参考这个WeThe People这种公民的提案 就是不只是上对下说我们现在要讨论什么问题 下对上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想要讨论什么问题 那总之就是要能够凝聚共识 以及让全民能够参与 那所以一句话来讲就是说 让政府走向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个政策 那在这个国事会议就是大家的这样子几轮的发言 以及因为这样国事会是第一场全程直播 而且在直播讨论时也可以留言的国事会议 所以终整了大家的意见之后 就发现说在政府尤其是在签字网易协定 以及就是需要揭露完整公民 透明资讯的这些议题的时候 应该善用网络科技来降低民众的疑虑 而且参与国事会议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这件事情 就是共同意见 那另外呢也认为说 针对公共政策的议题 就是跟外交跟这个国际法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内政相关的议题 也应该要建立网络社群参与的标准作业模式 并且透过网络平台来披露政策巡起 那这个是多数的朋友是觉得同意的 那所以在国事会议竟然做出了这样子一个结论 这个就接下来变成就是国家政策 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平台 所以一句话来讲 就是说与其让之前用一种比较地下的 比较大家看不到的方式来交换资料 然后让街上的朋友可能到最后一秒钟 才知道政府要指定这个政策 刚才我们说的共识就是说 政府应该要跟民间合作 设立这样子一个中间的开放空间 把政府想到一半的 甚至是想到不完全的 甚至还刚刚开始想的东西都往里面丢 然后来邀请私部门跟民间社会 就是private sector跟civil society 都提出自己的意见 并且在这个空间里面 试着去收容成一个政府可以使用的共识 那这个空间就不像以前 是政府自己去办各种各样子的 什么focus group专家会议 去把他们邀进政府里面 而是说在这个大家都看到的 一个开放空间里面 去跟大家做讨论 那可以注意到说 这边并没有讲说一定是网络空间 它可以是实体的 也可以是网络的 那我们实验了一年多下来 发现说纯粹实体的跟纯粹网络 都有很大的局限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 大概都是实体跟网络结合 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叙事整合 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好那目前看起来 没有什么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打过一条时 那当然为了这个谜评数位落差 如果这个网络上没有问题 也随时欢迎这个举手发问 就是说如果这个连不上网络的话 在就是每个段落结束的时候 甚至打断我都可以 好 那在这两个平台里面 V台湾是先开始的 所以我会稍微交代一下V台湾的脉络 那V台湾交代完之后 会长Join 那接下来两天的练习 大概都会用Join平台来当作例子 V台湾它开始成立的时候 是在2014年12月底 当时呢大家可能记得 就是市长刚选完 然后就是嘉英华院长觉得说 可能对年轻人比较难以了解 所以就辞职了 那然后呢在这个毛治国院长上来之后 毛治国院长就说 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施政的方向 那大家可能记得 他当时说的是 就是开放资料 以及大数据的一些分析之外 他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crowdsourcing 那crowdsourcing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 很固定的中文翻译 我是把它翻成重包 重包的意思就是群众外包 那我们知道开放资料 或者是资料分析 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是在说什么 是政府把手上的东西交给民间 有透明的方式让民间家也利用 那什么是crowdsourcing呢 crowdsourcing就是说 政府如果有一些机能 政府自己做得不够好 或者是根本就不太应该做的 那通常的做法是把它外包给厂商去做 这个应该各位都有类似的经验 那外包给厂商去做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说厂商他不一定会把它在整个建设过程中的过程 透明的给其他厂商看 那等到下一个厂商接手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是要打掉然后厂商都来过 而且呢通常厂商一千半年一年的约下去 如果它中间执行里面有什么需要监督的 通常是靠一些就是顾问来监督 可是这些顾问是零厂商的钱 所以就是说本来的那个包 就是包出去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并不是完全不可取 可是它有一些限制 那重包的想法是说 每一次当政府想要外包东西的时候 就先想一下我们能不能透过一种外包给不特定人的 这样子一种想法 就是说有点像是悬赏 就是我把想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丢出来 然后呢让民间任何想要参加的人都能够参加 而且让这些参加的人在一个互相看得到的平台上参加 所以说如果他们提出来的一些贡献能够整合的话 他们就可以自己整合 政府只要收割 只要这个使用最后这个做出来的结论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中包的一个想法 那中包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好比像说维基百科 就是大家一起中包一个百科全书嘛 那好比像说OpenStreetman 开放街图 就是大家一起画地图 我们在民间有非常多操作这种中包的一种经验 那但是就是当时就是毛泽国院长 认为说所谓工权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利 但是他可以这个外包问题 所以他就把问题这个中包给大家 那当时呢他们在挑选要中包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GINV的四位朋友被邀去劳动部讨论的议题是 如果就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 就是当时的第一个就是社群的中包案 这个中包案很简单的讲 就是说劳动部认为劳动部的劳动法令需要修正 为什么需要修正呢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在家上班 而且是特别要透过网路或者是电话 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上班 那当时有一些社会事件 好比像说在LINE上面请假 然后老板这个已读可是没有回 那但是呢他没有回 这样是代表默许呢 这样请假是否生效 或者是说呢他在星巴克工作 可能就是这些城市啊 或者是做一些文字上面的工作 可是呢他滑倒了 那这样子这个雇主要不要负职灾的责任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需要问的事情啊 然后签到要怎么做呢 加班如何认定呢 或者是像当时说就是女性十点之后 其实是就是不建议上班的 那要凹点期 那当然怀孕是不可以在十点之后上班 可是这个东西它制定的时候是因为在 就是交通上面可能有一些顾虑 或者有些不方便的地方 可是在家上班说不定十点是刚好小孩睡了 你可以上班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所有因应这种新的影军建成劳动 相关的劳动法令 需要修出一个新的指导原则 那当每次要做政策制定的时候 当然我刚刚讲就是传统的劳动部的做法 就是请工会的理事长 就是代表劳方嘛 因为他们是劳动部嘛 来说 所以我们四个人会请去开会的时候 第一个被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了一下中华民国总工会的名录 我们没有看到远距劳动工会 远距劳动工作者协会 那这个为什么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各位可以帮忙设定一个 那为什么这是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其实是不同的样态 我们在家里写程式 在家里写歌 在家里写论文 写诗做翻译 其实是完全不同一样的 它应该是属于那一个产业的工作者的工会 那不可能说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我在家里写程式 所以我就代表所有在台湾在家里写文章的人 或者什么 这是不可能的嘛 你站出来说我是理事长 没有任何移民 所以电传劳动者是没有一个牢房的工会代表的 那这是一件事情 那当然劳动部那场会议就是 其实相关的科长都到了 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 所以就想说 那反过来 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新创公司 它是所谓的无实体办公室的 叫做无实体公司 那这些无实体公司呢 它有些可能注册 甚至是注册在开曼群岛 它的募资可能不是透过一般的 就是募资的方法 它可能是透过群众募资 Flying Via 或者就是Kickstarter 泽泽这些平台 那这些无实体的公司呢 按照定义 他们的劳工一定都是台下上班的电传劳动者嘛 因为他们没有办公室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他就想说 好那我们如果要不到劳方的代表 我们可以要资方的代表 这个如果有这个中华民国无实体办公室工会 产业协会理事长 的话我们就可以邀他来嘛 那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就是 他可以搞定他的员工 而且也可以往下去做这个讨论跟意见搜集 但很不幸的 也没有这样子一个产业工会 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产业工会呢 因为大部分无实体办公室的公司 是因为租不起办公室 所以这个才没有的 所以他下一顿薪水把它发出来都是问题 其实是不会有 力气也不会有空去玩所谓的产业工会 那就是比较成型比较大的企业才会有的 好那所以既没有劳方的代表 也没有资方的代表 而且有些公司干脆注资在开办群岛 你连他的地址都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有的就是做 就是focus group 做专家咨询会议 做工厅会 做什么的这样子一套方法 突然之间是没有办法运行的 他们没有办法用传统证则指定 那当然他们可以要一些 他们认识的劳方 跟一些认识的资方 例如像说我们算是劳方 那或者是他们认识一些学者 然后就自己指定出这样一份东西 可是因为缺乏代表性的关系 这样子制定出来的任何法律 一定都会被质疑 扑上去之后一定会被骂翻 然后一定会说凭什么是这三个人进去 而不是这几个人进去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想要中包的就是 我们要调试电权劳动法案 而且跟新创公司 无实体公司相关的一些公司法 可能也要做修改 所有这些我们联络不到 这种所谓不特定的利益相关人 那有什么办法 那没有办法 所以后来就是专门管 就是网路法规条式的 蔡玉玲前政务委员 就说好 那我们如果在GOV里面走不通 我们就试试看G0V的方法 那G0V其实就是一个 每一两个月都会聚会的 一个网路的一个社群 所以蔡玉玲他就自己到了这个社群 完全不是发包的方式 他就是像其他的朋友们一样抵案 花了三分钟的时间说 我们可不可以设计出一套机制 来让任何不特定人 都可以讨论关于无实体的新创公司 关于这样子的一种小公司 关于电权劳动等等的这样子一些法案 所以他是在2014年12月20号 提出了这样子一个需求 然后呢 我slido上面有一位朋友 call in说 刚才我解释了重包的意思 那请问民众参与的诱因或动机是什么 那有没有可能政策图立独厚一群人 因为就是说会有意愿参加的人 他会主导政策制定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刚才的问题是诱因是什么 然后以及会不会这个有不当代表 就是被有网络使用能力的人 或者是对特别有兴趣的人主导 这两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随时写 我真的有随时在看 那所以一开始就是 不管是电传劳动 或者是必所幸福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法规 都是放在ETA这个平台上 那必所幸福分有限公司 它是专门为了设计给就是新创的 大部分是无实体店面的 而且很多还是设计在开曼群岛的公司 那为什么他们要设计在开曼群岛 而不愿意设计在台湾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问大家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的公司法 如果要为了这些 就是新创的无实体店面的 甚至设计在开曼群岛做调试 到底开曼群岛公司法跟台湾的公司法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调试 所以这里的第一个诱因就出来了 就是说通常我们上来参加的 132则的流言 大致可以分成新创公司 它已经在开曼群岛 或者是即将在开曼群岛这个公司 会计师 律师 跟公司法的这个法学的教授们 以这四组人为大宗 然后呢 但是呢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就是只是对新创感到好奇的 或者是觉得说 这个一点很好玩 或者说从来没有看过 政府竟然在一个民间办的平台上面 投论这种法规制定的事情 所以就是这个来看热闹的湘米 事实上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大概可以分成这几种 所以每一种事实上诱因是不一样的 新创公司的创办人 当然希望台湾的公司法调整成 对他们有利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利益嘛 它是利益关系 这个就是它的利益 然后呢 会计师呢 会想说 如果我们放松了公司法 让好比像说 在最早这个有这样子一种提议 就是说 完全不需要做实际资本额的认定 或者是说技术股 它甚至不需要认定 只要这个投资者同意 就可以作假了 当然最后不是这样子 好 那一开始有算有种想法 那可是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会计师就用不到的 对于这些新创公司来讲 因为是投资人跟就是创业方自行去商讨 所以会计来上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预期这个东西修法可能 对他们有不利益 好 这个是他们上来的优因 他们想要知道说 到底会不会有不利益 如果有不利益的话 它是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这是一件事情 那律师以及这个法学的这个教授们呢 他上来是为了说 这件事情 他们想要充分了解 充分讨论 而且这本来就是他们研究的目的 所以他们是属于相对比较中立 而且会希望说 等到这个公司法 他如果真的修正之后 可能他们会多出一些辅导上面的 或者是一些业务 或者是可能他们就是明年的这个 期中考就要考这个 事实上现在也真的是这样子 好 所以就是说 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上面 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想法 那湘敏呢 其实也提供出很多很好的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会上来的人 大部分都是利益关系人 这就包含不利益跟利益的关系人 以及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这个是他们的优异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讲一下程序 就是说我们在2月1号开始收拢这个讨论 讨论一开始我们并不预设解决的方式 我们就是问大家事实 大家目前创业有什么想法 对于目前的公司法有什么想法 但是呢 不要求大家去提出任何建议 我们事实上不要大家提出任何建议 就是在分享说 对于这件事情 政府这边抛出了一些事实 那请大家都把所上的事实丢出来 接下来在3月12号的时候 我们就请这些法学教授们 以及在这132则里面有做过建设性的 有提出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事实分享的朋友 都在线上和线下参加我们的资讯会议 这个资讯会议呢 就是用今天文博的这个方式 逐次的都把它打在线上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及时的看到 也可以follow 那在线上也会有 就是类似像slido 我们这种收问题的方式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 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 实际到行政院来开会 至少你透过直播看 然后打字 那这样子也可以 那所以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那在这里的目的是要 对于事实做出澄清 然后以及 就是去做出感受的收集 也就是说 我们特别邀了 法学教授里面可能偏向英美法系 支持这个修法 大陆法系不支持这个修法 然后以及这个会计 以及一些新创圈的朋友 大家都不提出建议 但是说OK 这个事实大家都同意了 那我对他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感受呢 也没有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我们就是如实的去这样子呈现 那在这中间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就会交给法学的专业 或者律师专业 或者一些会计的专业的朋友们 他们会用一种比较中立的角色 去进行回应 所以到了咨询会一开完的时候 大家对这件事情 它的社会各界的感受 以及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大概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意见 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就请以上这边讲了 有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朋友们 以及这个有提出草案的法学教授们 这个聚会 然后大家实际的面对面 然后没有办法到场了 一样是用远端参与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收集大家的想法了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提出想法 但他提出的时候要说 这个想法是不是真的能照顾到 以上所有人的感受 以及这个想法 有没有把我们已经收集到的事实 考虑进去 那在就是这样子的建议出现之后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说我们提出来的东西只是说 公司法如果要修的话 那它应该要有哪些部分 应该不要有哪些部分 那它可以有哪些部分 可以没有哪些部分 哪些部分有的会比较好等等 这样子 那也就不进入太多的细节 但总之我们提出了一份建议书 那现在slido上面呢 马上就有一位朋友call in说 那请问机关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例子里面是商业司吗 商业司的角色是什么 商业司的角色有两个 一个是说他在初步讨论的时候 任何关于现行中华民国法治底下的公司法的问题 商业司都承诺在七天之内做具体回应 那当然如果有些他们不知道 他们就具体回应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做过这个调查 但大部分因为他们真的是懂这个的 所以他们都会很实质的上来说 OK 目前的法令 这个是合法的 这个是不合法的 这个属于我们法规调试的权限 那个你可能要去问国税局之类的 就是他们会去做这种 有点像是事实上面的澄清跟回应 那等到我们提出了公司会建议之后 商业司要做一个转意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商业司跟他们 就是法规会一起做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写出来这个东西 并不是法律文字 它只是建议型的一个文字 所以说他们必须要把它翻成法律文字 翻成草案 但是在翻成法律文字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件我觉得很棒的事情 就是这个草案里面的每一条 通常我们都会 愿会提招立法院的案 都会有一个立法理由 然后每一张这个后面会写说 这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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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在这个为什么里面 每一项都 每一条逐条的那个理由 都写得比条文还长 而且那个理由都会说 这是因为这个建议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就是说当你看到草案的时候 你知道是因为谁提出什么建议 所以说才会有这个草案 这个建议又有一个脉络是说 那是因为在资讯会议上面 谁表达了哪些感受 为了照顾到这些感受 那这些感受又是基于 在一开始初步讨论 所确定出来的事实上 所以这整个就有点像是法案的 什么产销履历嘛 就是说他一开始是 是因为这些事实 所以这样子出来的 那所以呢 在 然后另外slider上面 还有朋友问说 那请问长官知不支持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当然 每一个人的支持 他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后面说商业司 当时就会觉得说 我们如果把股份有限公司 整个翻掉 那他们的业务量 可能会增加到一百倍 所以如果那样的话 他们是不支持的 那但是呢 如果是做一个 闭锁型公司专章 只有五十人以下的股东 而且就是 比较是 就是双方自行约定 然后技术股跟 就是这些所占的股份 还是要超过百分之五十 就是资本作家还要百分之五十 他至少满足一半的资本充填原则 到这样子 他们是支持的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里面 每一个人的利益跟不利益 都不一样 那这整个process的目的 其实就是乔事情 就是到什么程度 是大家都觉得说 我的利益 大国益不利益 因此我愿意支持 那它不可能是 完全偏向某一方的这个看法 事实上之前的 不管是工庭会 还是就是内部的专家自行会 也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说这个乔事情 首先它是对付特定的公开 以及第二个 它的过程是留下记录的 它不是 不能够有人说是黑箱 这样子 这是最大的差别 那所以机关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 它是比较支持的 因为这样子在它通过的时候 它的政治责任是几乎可以免除 它可以说 这是因为社会已经有共识 我们只是把共识翻译成法力文字 那所以就不会变成是 好像被批评什么罚家玩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那所以商业是以这样子的态度做支持 好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说 那在这个工作小组里面 是否有政府机关的代表 事实上是没有的 我们因为V台湾是社群所做的 所以我们这边完全是利害关系人 以及就是中立的一些学者 那但是呢 我们的做法是说 机关提一个想要讨论的案子上来 以及最后他们当然在中间会去做辅导的工作 以及回答问题的工作 但最后他们的目的就是对我们的建议 去一项一项说 这个建议它我们可以执行 我们已经翻成了什么法条 这个建议目前还没有办法执行 但是未来可以 但是你要先问过 好比像说财政部 或者其实有点像黄灯 就是不是绿灯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能做 有些是红灯 有些是不能做的 好比像说它违反物理定律 就是说有时候它提出一些不合适的要求 那这个不合适要求 它根本不是商业司 或者是行政院能够做的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直接说 这个对不起 这不在我们的业务范围 但在它的业务范围 通常是让百分之九十 他们都直接翻译成了法条 这样子 所以这是他们具体要做的时间 那最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 那这个个案大概四个月 平均大概会是多久呢 通常每个阶段是一个月 那中间的所有的过程 当然都是在VTL平面上面 跟就是整个社会公开的 好 那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接下来当然就送立法院了 那我们知道六月十五 是立法院即将休会前的 大概三天吧 那当时因为这个什么 十八岁公民权修宪案 两大党正在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什么东西都通不过的 那样一个状况 那所以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这个案子 它送去之后 马上就进委员会 马上复委政党协商 只花了一天 然后就通通签字 就过了 三读就通过了 那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几个嘛 一个比较大家知道的理由 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过程 所以除非立法委员们 能够发现什么新的事实 是我们在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发现的 那么通常 委员会能够挡一个案子 一个院会案的目的都是 尚未形成社会共识 可是明明就有社会共识 所以除非他知道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不然等于是我们在帮这132则 跟这些会议 在帮立法院做功课 如果他们觉得这些功课 他们OK 而且并没有什么新的事实的话 其实完全没有挡这个法案的理由 这是一件事 那这是表啊 那当然还有理啊 就是说 那还有一些台面上 并没有讲出来的 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 这个东西后面是有一个政治意志的 这个政治意志是说 B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以及有限合伙法 其实已经在立法院躺了忘记几年了 六年还是八年之类的 反正就是永远都瞧不定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立法院也很想要摆脱这种 永远都瞧不定这个法案的这样一个名声 那所以在行政院这边 政务官当然蔡玉玲跟其他人 也很愿意push这个东西 所以就在两院都有这个政治意志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个就会说 我们有整理到公司 那赶快过吧 过了大家就不用再被骂说 这个跟不上时代啊 什么东西了 对 那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必须要事先说的 就是说它后面当然是有政治意志在操作 那但至少这个过程 它是至少是透明公开的 所以这是P台湾的第一个案 然后就暂度通过了 那也生效了嘛 所以目前就是 台湾也有不少P所行公司出现了 好 来 请说 我这个电脑不是很强 对 没问题 请说 我觉得流程是感觉好像很强 可是我觉得一个人 就是130帧 我现在意思是说 去看这个网站的 社群是多少人 它永远能够提出现 不好意思 好 没有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确实就是应该要可以 就是举手提问这样 但是我就是再讲一次问题 问题是 简单讲是两个 第一个是说 这132则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是这些借的人来嘛 对 那但是呢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代表性呢 是不是有更多 其实可能会被这个东西利益关系的 他可能不知道 没有兴趣 或者是干脆就不想参加这个东西 那这样是不是没有充分反映 他们的看法 这是一件事情嘛 就是代表性的问题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跟刚刚slido上面问的很像 就是说 我们知道会有意愿上来的人都是想要主导的 那所以说 最后我们确实制定是大家都算是满意可以接受的状况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不是都是照顾到这些人的利益 然后创造更大的社会不利益呢 那好比像说如果没有能力使用电脑 然后没有能力使用网路的人 那是不是就会产生他们的 我们叫做外部不利益嘛 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正在网路上讨论这件事情 直播也没有办法看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他的所谓的外部不利益 这样子 好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 我们在V台湾一开始设定的时候 所谓的网路法规调试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我设限 也就是说 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止B所行公司 群众募资 电传劳动 开放资料这些议题 事实上法务部希望我们讨论空性婚姻 或者是通监处罪化 或者之类的 那所以我们必然要有一个判准 就是哪些案子可以讨论 哪些案子不能讨论 那我们的判准非常简单 就是首先他必须是反规一条事 就是说他最后是要变成法案 我们行政命理 第二个 他所有的利益关系人部会必须证明给我们看 都在网路上 都有网路操作能力 那好比像说这个东西 它是为了无实体办公室的新创公司 而设定的 那如果他无实体办公室 而没有网路操作能力 我蛮怀疑这个公司要怎么运作 所以我们推定说 他的利益关系人的网路操作能力 但是我们不会去碰 五分有新公司 有新公司两个公司 那些我们就没有办法证明说 他们的就是没有实体办公室 或者他们都有网路的使用能力 这是一件事 那下法务部份那两个案子 就是说除非这个它可以证明说这个 就是通信婚姻跟通年都在网路上发生 而完全没有实体的部分 哈哈 那不然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接这样子的案子的 那所以是不接这样子的案子 所以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代表性的问题 我们挑案子的方式就是说 部会在提案的时候必须出具理由 告诉我们说 其实所有的利益关系人都有在网路上面 至少看文字的这样子一个能力 那这个东西是他们要举证的 他们如果举证不出来 我们离台湾就不接这样子的案子 所以这是先具体的分离代表性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就不追求代表性 一开始这个就是为了让利益关系人充分对话 然后让部会知道利益关系人怎么想 这个政策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收集事实 我们收集感受 我们收集想法 可是我们不做决定 在这里面并没有投票 完全没有任何投票机制 在这里面完全没有任何 声量大的压迫声量小的 在这里面并没有任何iVoting 我并不是反对iVoting 但是就是说在这里面没有iVoting 所以就是说这里没有Voting 所以最后的这个东西 就是Decision 它还是立法院 以及商业司自己的权钱 它完全可以说 当我收集到所有这些公司之后 我还是做一个完全相反的决定 我们唯一要求它的是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逐条的出具理由 为什么你做出相反的决定 直到这里 所以说因为我们不投票 所以说虽然大家当然上来都想要主导 但是大家都理解到说你绕一千个人来 如果这一千个人他表达的事实感受意见是相同的 那跟你绕一个人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为这里完全没有投票的问题 也不在这上面做决定 所以主导大家都想主导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让这些没有代表性的人 他真的是没有代表性 来做任何跟决策相关的东西 这样有回答到吗 没有问题吗 那还有朋友实体的想要提问吗 想法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slido上面问说 就是如果过程当中有利害冲突的看法 是不是都可以回应 对 而且我们有一节课会专门讲这个 然后以及这个怎么样 就是把共识收拢 那这个我们接下来会有演讲专门讲这件事 好 所以在立谈这个案子 其实当然它细节上面当然有很多 可能因为真的是要赶着立法院的回旗 所以我们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就是非常周延的 但它至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在这个例子呢 我们至少知道说在网络的法规调试上面 我们确实可以透过网络来拿到这样子一个 就是有价值的公式 那在这里面呢 也非常感谢就是嘉华 以及就是V台湾上面的 所有的社群的朋友们 我们是这样几十人的 都是志工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就是盘逆了 就是试了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我们怎么开会 怎么用这种电子白板 然后一面在实体开会 用白板收拢的同时 这边淘了20分钟 然后呢 线上的朋友们的意见呢 再由线上的主持人再收拢20分钟 然后再回来再回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对于之前确定的事实 有两种不同的感受 这两种不同的感受 有不同的建议 有不同的想法 这些建议的强度 用不同粗心的字表示 然后随着大家提出更多的建议 这些东西慢慢收拢到 所有参加的人都觉得好 这样可以 然后再换下一张 再换下一张 所以这是有一套 就是虚实整合的开会的方法 所以这样子就收出了一些共识来 那为什么 就是大家会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 都没有这个就是乱讲啊摔杯子啊 或者是这个 我们在立法院直讯的时候 常常看到一些画面呢 原因是因为 虽然有直播 虽然有影像 虽然有些媒体也会就是 看在 但是每一个人讲的每句话 都有这个伟大的书记官 是打在网络上的 而且呢 打在网络上的时候呢 每一个单则都有它的连结 然后这个是永远是 就是放在那边 就是永远的记录 所以就是说 不管是在事实收集 在感受收集 在意见收集的过程里面 任何人讲的任何一句话 都会被连到后面的 那个政策履历里面 所以第一个 没有人敢乱讲话 就是说 如果你就是乱讲一个 不符合事实的 那未来所有网络的朋友 都会说这个不符合事实 但你又不用担心被端章取义 因为每一个连结它都会留着上下文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不小心讲错话了 那修正或怎么样 大家都可以看到 后面那个修正的过程 所以就是说 这是第一次在行政院体系里面 我们用相当于立法院跟司法院 的这样子一种记录原则 来做政策制定当中的 利害关系的一种讨论 那它当然也有很多 很好的作用就是说 那已经讲过的话 大家就只要连过去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讲一次相同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政策制定的过程 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讨论 来做到的 好 那所以最后就是讲说 我们接哪些不符合的提案呢 首先所有的利益关系人 都要在网络上 都要必须要网络使用能力 如果它没有网络使用能力的话 那就是不当代表 我们就不接 那接下来 它必须要跟法规条件 直接关联 不是只是测风向 不是只是做民调 实际上根本不做i-loading 那接下来呢 先起它必须是开放讨论 而不是部会 只有一个既定的想法 我们事实收集 就至少要三十天 我敢说收集 然后以及在中间 任何问到部会的问题 部会在起电之内 都要做实质回应 那有的时候商业司 其实没有办法回应 他就会去tag 好比像说 刚刚有讲到财政部嘛 或者是tag 其他经济部 其他的部会 或者是tag其他的 好比像说 甚至交通部 或者是劳动部 那任何被提到的部会 他起电之内 都一定要回应 为什么是起电 是因为从网络上 把这种留言印出来 变成值本上千层 从千层到这个可能是次长级 然后再下来 差不多就是要起电了 那但是在某些 例如像尽管我会 曾命中 现在是立法委员了 他自己就有相当好的 网络操作能力的时候 其实不会到起电 可能七分钟 七小时就回应了 根本可以把这个当作 聊天室再用 但是对于一些 可能比较值本作业的部分 我们就是设立一个 起电的一个上线 所以以上就是V台湾 这两天之后 我就不会再提到V台湾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的15分钟左右 我就是大概讲说 在V台湾这一次经验 做出来之后 当然V台湾后来还就是 接了非常非常多的 跟网络相关的案子 包含什么网络饭酒 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是以网络作为影响观者 那我们就学到了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 这样子的法案 政府内部的看法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找到 能够当作搭桥的 我们叫做终结者 去找到外面的相关的社群 那像刚刚讲到 必锁行公司是新创圈 那可是其实 看上资料利外收费原则 其实是做资料的 资料科学家们 他们跟新创圈 其实是不完全重叠的 教育有教育的社群 对不对 那各自利用 有各自利用的社群 健康照顾 电传劳动 Uber Airbnb 比每一个相关的社群 都不一样 这边的司机们 跟这边的教育工作者 翻转教师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对于每一个议题 我们都尽可能的辅导部会 去找到外面的 不管是商业上的 还是公民社会上面的社群 来一起来做协作 所以在VITAN 整个操作中间 慢慢的我们就扮演了 所谓中介者的角色 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上面 没有利益关系 但是我们很愿意 协助部会 去跟每一个议题 完全不同的相关的社群 取得联络 让他们愿意来上面 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所以这个想法 后来就进入了一个 号称台湾有史以来 最大的集体作文比赛 创意台湾白皮书 就是IDEA 台湾 2020 然后这个作文比赛 它也是中包的 就是说是任何人 都可以来作文 然后应该是国法会吧 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文章 加在一起变成一篇 这个所有人都很满意 都可以接受的作文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作文比赛 还蛮成功的 说真的 在六个月的期间里面 这个收集到了洋洋洒洒的 这个不管是用口说的 还是用书面提供的 许许多多的 这个精彩的文章 然后呢 国法会就把所有这些文章 都收容起来 然后无所不包 那但是在里面 就是专门针对 公民参与的那个文章 全部收容起来 的结果就是说 国法会应该要建立一个公共政策 网路参与平台 来让这个 可能同性婚姻 或者是这些 Vituan时代没有办法处理的 这些题目都有一个 可以处理的地方 那当然也不只是做讨论 而且也能够监督 这些已经通过的方案 也能够让 就是Vituan没有处理的 是由下而上的 五千个人联署来提点子 然后不会去做 他们政策的调试 然后呢 而且呢 还提供这个收掌形象 这样子 等于是说 有一个单一的地方 能够让大家去做 各个阶段的政治参与 而且不像Vituan 是在社群外面管 这个呢 就是由国法会自己来建制 所以呢 我再快速地讲一下 Join的架构 本来我们在Vituan 正名所能够做的是 相当于中开讲的部分 就是在政策施行前 而且我们直接最前期嘛 这里 那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从政策施行到 由草案产生的 这个过程 部会都可以放在 这个中开讲 中英的这个平台上面 去询问公民的意见 这是政府发起的 一旦它合法化了 真的变成行政命 或者是就是法律了 那么 其实没有来监督 来看大家说 事实上 这个完成的程度 到哪里 那在这个整体过程中呢 民间随时可以由下而上发起 说 政府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划 但是民间真的很需要 所以说呢 他们连数到五千人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提点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 就是公共参与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里面 来监督我们这两天是不会讲的 因为来监督跟就是小编啊 或者是跟这社群回应 比较没有关系 那个比较是属于国法会的 严靠工作 那但是呢 重开讲跟提点子都是要这个 硬碰硬的上第一线去跟民众去做对话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的课程 主要就会是在重开讲跟提点子上面 去跟大家做分享 那当然这边学到的 回去就是甚至在自己的Facebook上面 也都可以操作 只是说国法会这边有一个现成的平台 可以让大家做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参与还蛮踊跃的啊 对不对 刚才公司法这个才一百多啊 毕竟是DDI 那V台湾最多的 好比像说Uber啊 Airbnb也才三四千嘛 所以那这边其实 其实也不少啊 同性婚姻我们可以看到 到达四千多则讨论数 然后那然后还有什么 流浪权管理经贷不足问题啊 这个未来电力哪里来啊 桃園机场啊之类之类 多少都有能够收到相当多的意见 那这一次就是给各位这六组的题目 都是在众议上面具体已经出现过的题目 那在众议这样子run了一阵子之后 就发现说跟V台湾一样 他们也需要有人帮忙去问部会说 除了你们熟悉的理事长们 这些投人们之外 民间有哪些社群 民间的社群对这件事情 是不是已经有自己的看法 以及你们怎么把这个议题包装成 民间能够看得懂 而且知道说他有多少参与空间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专业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中介者的这个工作 所以说呢 在V台湾一开始做设定的三个人 就是我跟丽佳华跟罗佩琪 我们三个人就被掩命吧 到了就是被行政院当时 张三政副院后来院长的时候 联聘到就是国发会这边 也就是说当新传处希望 各部会放东西上来 或各部会自己想要放东西上 中开奖的时候 我们每个月会聚会一次 跟下一个月即将要上架的 这些议题的部会 进行一个辅导 但是当时他们已经就要做出出稿 然后呢 我们会现场提出建议 然后呢 我们会请懂这个的 就是业务单位 中规以及负责就是沟通 有的时候是媒体行传 或者是可能替代仪 但是就是任何 实际要做小编的这个工作的人 都出席 那我们一次的把 我们这样子一个政策分析的架构 让大家知道之外 在议题结束之后 我们整个就是辅导的过程 也都是用今天的这种公开原则 公开在网路上的 所以慢慢累积 它就会变成是说新来的部会 可以先看旧的部会 当时是怎么做整理的 以及怎么做规划的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 提升他们上去的这个品质 至少不会一上去 就被下面觉得说 因为在早期 就有这个机制之前 我就不特别讲哪一个部会了 有某一个部会 它上去的时候 就是两三行说明之后 就放了一个500页的PDF 说这个是我们 之后五年的规划 请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然后完全没有收到任何意见 因为第一个 没有人想要看500页的PDF 然后第二个 该部会真的做得非常完整 它真的做得很好 那所以以至于说 我到底要讲什么 对不对 那可能这样子就是说 让大家感受其实并不是很好 比如说你已经规划了五年 而且规划到500页那么细了 然后这个时候再问说 哎呀没有意见 那当然没有意见 都跟你说就好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 在政策执行阶段前 起步会还没有那么多肌定的500页意见的时候 就上来讨论 那这个就是我们具体的辅导的工作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 办了相当多场 从205年11月12月 3月4月 就上很多议题 也很多是 今天的议题其实都是我们辅导过的 那整个目的就是说 让我们建立一个就是一个习惯性的机制 让每一个部会在想要讨论议题的时候 都能够在这个工作坊 跟其他部会的朋友 去先进行交流 很像的交流 像EID就是电视声音的那个议题 其实不只是内政部的 它也牵涉到微服部 牵涉到很多其他别的部会 他们内部先有一个基本想法之后 我们再透过这个机制 到外部去问就是 private sector跟social society 就是私部门跟公民社会的朋友们 有什么意见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才比较能够达到 不是只是单向的宣达 而是双向的沟通的这样子一个目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辅导机制 那所以今天跟明天要讨论的 其实就是这条线 这条双向的检考 要怎么划 要怎么做 机制要怎么整理 才不会变成 就是比较不对层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所以其实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slagel上面竟然没有问题 那所以在我们这个进行休息之前 现场有没有朋友想要讨论说明 询问 都还OK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接下来的流程 其实这边已经大概有讲了嘛 我们待会会休息到大概40分好了 然后我们就会从议题设定 议题撰写的这个部分 请大家先对目前的案例 就是手上的作业 先有一些了解 那这个部分会由于加巴来带 那我们在下一天 就是明天会去讨论小编的具体操作 以及怎么接案 那就40分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